马儿定题时的表情 由于马儿的提甲又硬又厚 而且表面没有任何神经 所以师傅把它旧的钉子拔掉 再用锤子敲打的刮刀 把提甲底部长长的指甲敲掉一层的时候 马儿一般都是在生舌头发呆的状态 接着师傅再用单刀把提里的指甲刮平整 但是千万不能刮太多 否则提甲过薄会影响马儿的正常行走 接着再用钳子把中间凸出来的角质剪掉 摸起来还挺软的 然后在眼边把长长的指甲也剪掉 像妮口这种嘴唇微张就代表着它非常的放松 接着师傅再用刷刀把体体以及提甲表面的形状修出来 一般这个时候马儿都会低下头看师傅给它搓提甲 给我搓仔细点 旁边这批特机马由于提甲有问题 所以师傅一般会选择这种形状材质 或者是加个垫子的提铁钉在脚底 接着师傅再把提铁烧软打造一下形状 然后再把刚烧好的提铁放在提甲底部 再用钳子按压烫扁 有的马儿对烟没反应 有的马儿却会不停的撅嘴闻烟味 提铁盒之后放进凉水冷却 然后再把成型的提铁钉在脚底 两边的钉子一定要钉的一样多 最后再用钳子把露出来的钉子剪掉 钉头压弯 再用搓刀把钉尖打毛光滑 看这匹马也没显着不停的给师傅填背 最后钉完提师傅一定要给所有的马儿提甲表面擦上一层护体油 看我的心血怎样